职场有方圆 规则可不少 眼观四面 耳听八方 哪来一记变化球 看我接招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和你 Easy talk Easy work 您现在收听的是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我是节目主持人 欢恩 去年年底 我的澳洲老板 为了跟客户 谈新的年度预算 谈到快要脑溢些 觉得客户一直鬼打枪 听不懂人话 我从纽约出差回来之后 上工的第一天 澳洲老板一大早 就兴高采烈的 跑来找我串门子 然后呢 有一点得意的告诉我 我跟你讲哦 前几天我跟客户 开会讨论预算的时候 他是怎样子 忍无可忍 终于拍桌 站起来 跟客户说 如果到现在 你都还在质疑 我们的人才 我们的实力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们 我们真的不知道 怎么样可以帮你了 好在 我们的亚太客户呢 好像是吃硬不吃软哦 事后 对人家这样子 大吼 竟然 还回过头来打电话 谢谢我老板 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虽然呢 直到如今 我们新的年度预算 都还没有正式签下去 可是 客户竟然没有被老板 这样的直率跟坦诚 吓跑 我觉得这应该已经是 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 说起来呢 我那位澳洲老板 他最大的优点 跟他最大的缺点 就是 就是一股脑而想 说什么的时候 就说什么 这样子的直率 这样子的坦诚 那英文呢 有一个单字 就叫做Candor 意思呢 就是全然的 开诚布公 完全的坦诚 就好像有一句 英文谚语说的一样 I'm an open book 我是一本摊开来的书 要给谁看都可以 你全部看光光了 都无所谓 这个就是Candor 说起来 我觉得我们现在活在一个 以Candor来说 好像特别吊诡的 一个时代 就是 你如果要讲 其实开诚布公 可以说是无所不在 像现在 网络这么发达 资讯这样子透明 真的是什么秘密 都无所遁形 不管今天你是要 人肉搜索谁 或者是想要 知道哪一间公司的 什么商业机密 其实你就是键盘 敲几下 那每一个资讯 什么样子的秘密 其实都是能够摊在 阳光下 让人看光光的 比方说像是 现在我觉得 如果你想要成为 人气网红 很重要的一个 先决条件 应该就是 你要真诚的做自己 你今天越是能够 把自己最真实的想法 最真实不做作的面貌 公诸于世 越是能够引人的好奇 越是能够满足人的好奇 可是回过头来想一想 其实真正的坦率 真正的坦诚 在实际的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上 好像其实又不是那么的常见 不是那样可以被视为 理所当然的一种互动 这都要拜自于 最近几年来 我觉得真的是 日渐壮大的 政治正确 这种political correctness 让我们每个人 说起话来都很别扭 都很拐弯抹角 不太愿意 不太能够轻易的 就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好像今天你说什么 都有可能惹到谁 又或者好像很难 去抵挡那种舆论的压力 会忍不住 或是不知不觉 就会直觉的 要去顺应大众的想法 然后很自然的 就会自动稀释掉 自己的观点 就是很担心 不小心就踩到 什么样子的地雷 或者是会被贴上 什么样的标签 好像前几年 那个时候还是 纽约尼克队的 板凳控球后卫的林书豪 那他刚好因为 尼克队一系列的 连败战绩 所以呢在对战 纽泽西篮网的时候 就获得教练的青睐 几乎是以达完全场的 十数 缴出了一个 25分 七助攻 五颗篮板的 亮眼成绩单 那之后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Linsanity 林书豪的风潮 从那一场战役之后 就正式起飞了 他也因此就引起了 非常多的球评矚目 我想说他在这之前 根本就是默默无闻 所以啊 在成名之后没有多久 尼克队对战 公路队的时候 就输球了 这件事情就 引发了非常多的球评 去讨论 其中呢 ESPN的一个体育记者 就想要以这一战来点出 其实呢 林书豪根本就是被捧上了天 可是如今 林书豪终于也露出了一点破绽 因此呢 这个体育记者 当时就想说 用一个非常常见的 一个英文谚语 作为他的文章的标题 就叫做 Chink in the armor Chink in the armor呢 意思就是 铠甲出现裂痕 就是形容 无懈可击的人 露出了一点点破绽 这样子 可是他在下这个标题的时候 却没有想到说 其实呢 Chink在英文里面 也可以被拿来 作为对华人的一种 很种族歧视的称呼 是一直到他的文章发表之后 引爆了来自各界的球迷啊 还有网路乡民的踏法 他才意识到完蛋了 自己的无心之过 已经铸成了大错 他误采了这一枚 政治正确的地雷 最终呢 还让他赔上了工作 ESPN非常的快速 在一阵舆论的压力之下 要切割自保 所以呢 就把他开除了 某方面来说呢 公司这样子冷血 这样子算计的一个 企业选择 无非也是受制于某一种 好像必须要公开透明化 必须要政治正确的压力 所以这样说起来 要能够做到像我老板 这样子的我行我素 我完全不在乎后果跟代价的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难得 他就常常会跟我讲说 其实我真的不应该这样讲哦 其实我真的不应该告诉你 我现在就要告诉你这个 然后讲完这些莫名其妙 根本没有任何效力的警告标语之后呢 就劈劈啪啦把所有 他想要跟我讲的机密啊 八卦啊 还有他对某个客户真实的想法 就全部倾倒出来告诉你 我加入新加坡团队的第三天 第三天呢 刚好呢是个礼拜五 所以大家就趁着 一周最后一天提早下班 跑到公司附近的一个屋顶酒吧 去迎新 那时候澳洲老板就把我拉到一边 问我说 哎 你有喜欢的人吗 有没有看上我们团队的谁啊 这位大妈 我才认识你三天 我们很熟吗 我觉得她在那个时间点 就已经觉得自己可以跟我坦承到这种地步 她这种程度的坦承 真的是让人家难以招家 可是难道所谓的cander 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吗 就是把自己所有的隐私全部摊开来公开吗 cander做一个其实很值得我们大家学习跟上网的特质 难道就只是这个人很真心诚意 所以说什么都无所谓吗 算今天太过于诚实而伤害到人 这也叫做cander吗 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cander这个单字 就想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 所谓的坦承或者是开诚布公 到底跟诚实跟honesty 跟真实或是事实truth 这两个字有什么分别呢 而cander这个特质 至于职场这几年来又是为什么 可以说是越来越被公司被品牌重视 可是又是为什么这样子的知意形难 离家在外漂泊的这几年 基本上呢都把回台北当作是一年一度的进场维修嘛 那回家例行项目不外乎就是要去剪个头发 要大吃特吃啊 要做个健康检查等等等 那过去一年呢搬到了新加坡之后 回家的距离大幅缩短了 所以一年一度的进场维修 其实就变成了频率比较高的定期保养哦 那这也就特别有助于我 可以更有效的来维持我一头的利落短发 那前几天我刚剪完头发后没有多久 这个长度刚刚好是可以竖起来的 那怎么叫做竖起来 就是如果有看惯了高手听众朋友呢 那个发型其实有点像是 林南球队的当家控球后会先倒的头发哦 那顶着这样子一个头发 晚上跟家人吃晚餐的时候 我不到三岁的侄子忽然间看看我 然后他嘴里头好大一口饭都还没有吞下去哦 就拿他的小手指指着我说 你是坏人的头发 当下我真的有一点点哭笑不得哦 不过后来仔细想一想 好像确实跟小美人鱼里面那个 章鱼巫婆Ursula的发型有点像哦 不过我庆幸的是好在我今天上的是 Ursula的发型不是Ursula的身材 童言无忌嘛 小朋友的直率 那种说一就是一 没有任何的政治正确 或者是根本不会去担心说 今天讲这样的话会不会冒犯谁的天真坦诚 恐怕真的也只有小朋友才能够办得到哦 或许呢这就是candor 坦诚跟honesty 诚实 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吧 长大之后呢我们都变得比较事故之后 其实多少也都能够明白 很多时候彻底的诚实 甚至是那种brutally honest 狠心冷酷绝情的诚实 这并不是好的耶 有的时候这样子的诚实 甚至并不是出于善意的 美国电视影集六人行 有一集就演到chandler 他有一天莫名其妙的 惹到了自己的女友哦 白思不得其解 所以呢就跑去跟当时 还在交往的ross跟rachel请议 okay well Janice said hi do i look fat today and i looked at her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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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looked at her you never look you just answer it's like a reflex do i look fat no is she prettier than i am no the size matter no and it works both way chandler一进门披头就问说 我胖吗 Ross和rachel满头问号 回答说 呃 我不胖啊 chandler马上就非常理直气壮地说 对啊 我能够接受你们这样子的答案啊 那为什么 我的女朋友 呃 问我 然后我这样回她的时候 她就觉得我好像说 她肥得像头牛一样 原来 chandler女朋友问她说 我胖吗 结果chandler第一时间的反应 竟然是先上下打量了女友之后 才回答说 不胖啊 说来 chandler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也算是非常的诚实而中肯 可是作为男友 这就有点太白目了 所以呢 Ross就非常的 好像 以过来人的身份 像她小以大意哦 说你怎么可以先看再回答呢 你永远都不可以 先上下打量 回答这个问题 就必须要像是回答 就是反射动作一样的回答 我胖吗 一点都不 她比我漂亮吗 当然没有 大小很重要吗 no chandler 坦诚的那个差别就在于 这样的一个坦诚 你不是为了要去 好像揭发任何事情 也不是为了要去强迫 他人接受 你认为是对的事情 你之所以愿意坦诚 是出于一种在乎 you care personally 所以你选择当面 把话说开 所以you challenge directly 相对来说 很多时候呢 当我们打着honesty 或者是the truth 也就是我们秉着诚实 秉着追求事实 追求真相 这样的旗帜的时候 很多时候 可能会让人家觉得 今天都是你说了算 你最对了 你不可能错 那这样子好像就没有什么 太多可以讨论 可以交换意见的空间 kander 虽然也是就是正面 然后很直接的 开门见山 跟人家把话说清楚 可是更多时候 其实它是一种 释出善意 一种我自己先掀开 我的底牌 好让对方 能够来明白自己的立场 也能够放下 对方的武装 也愿意来跟我敞开心胸 这样子的坦诚 是为了要能够 造就对方 我说的话 虽然很直接 可是我是为了 给你带来好处 不是为了要伤害你 在职场上 其实kander 最切身的应用 无非就是在 必须要给予feedback 必须要给予回馈的时候 尤其是当主管 必须要评鉴属下的时候 究竟应该要怎么样子 坦诚而直接 可是却不是好像 为了要羞辱 或者是责备 甚至是重伤他人 而过度诚实呢 很多的公司 越来越对于kander 感到执着 觉得很重要 认为与其因为很害怕 人际之间的冲突 没有在第一时间 点出员工 他们所犯下的错误 或者是提醒员工 那些可以更进步的地方 这样子的做法 这样子的回避 跟好像扭捏 其实对于公司 或是对于员工 都是不公平的 都是没有益处的 有的公司呢 因此就非常鼓励 其下的员工 要养成一个一周 要给身边的同事 两到三个评语的 这样的一个习惯 借此来学习 正面迎接冲突的尴尬 是怎么样子 可以慢慢的去 去适应过来的 可是其实很多公司 就有点误会了 等于是把所谓的 brutally honest 这种残酷的诚实 跟candor 这种坦诚 混为一谈 在职场上 反而很容易流于 一种歌喉战 好像亚马逊 其实就是一间 这样子的歌喉企业 今天你有什么话 你出了什么错 一切都是当面挑明了说 在这样的一个企业文化当中 虽然好像是可以杜绝了 所谓的backstabbing backstabbing的意思就是 同事之间没有所谓 我背后捅你一刀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有话直说嘛 所以呢 我不是背后捅你一刀 我是直接正面 就是把你捅死这样子 就是frontstabbing 今天如果要有什么小动作 我都全部明着来 我直接当面捅你一刀 也不为过 这就叫做brutally honest 可是这样子的candor 实在是让人胆战心机啊 甚至有公司把这称作叫做 purposeful Darwinism 就是非常 非常有目的的一种 物竞天择 一种达尔文主义哦 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之下 我觉得那个更多的动机 是为了去拆毁他人 是为了让自己能够 踩着别人的尸首向前进哦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正确的candor 真正的坦诚 在职场上 到底应该长什么样呢 您现在收听的是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我是节目主持人 欢恩 曾几何时呢 企业的唯一成功指标 就是你能不能够极大化收益 还有投资人的荷包 可是呢 如此短视尽力的标准 其实早就已经 抵不起时代的考验了 现在公司都是求新求变哦 所以大家更看清说 一间企业的成功 实在是取决于 这个公司有没有那个能耐 不只是从经济层面 还有从环境层面 以至于道德层面来永续经营 正是出于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翻转 所以呢 现在大家对企业的期待 就更多了 对于透明化的要求 那早期呢 企业旅行 大家对于透明化的期待呢 就是很简单嘛 就是我把财务报表 我们的财务绩效 开成布公 让大家知道 自己是一家营运 优良 健康的企业 可是呢 很快的 员工跟社会大众就发现 就算今天那些是 将财务状况透明化的公司 也都不代表说 他所聘任的主管 以至于 这整间企业本身 所呈现出来的公司文化 真的是那么的坦荡荡 对于这个世代的消费者 还有员工来说 表里如一 是对于公司一个 非常注重的一个要求 而且这个表里如一 不再是仅限于 好像是 人跟人之间 私底下的人际关系的 一个期待 更常被套用 对于一个品牌 对于一间公司 他们的 对这样子的 大型的组织的一个期望 所以这里就是为什么呢 近年来越常发生 消费者 就是因为理念不同 因为价值观不同 所以杯葛品牌的新闻事件 比方说像是 Chick-fil-A 这一间源自 美国乔治亚州的 连锁炸鸡速食店 其实它从 闯出一番名号以来 一直都是非常备受争议的 因为虽然呢 他们的餐点 他们的炸鸡 可以说是业界当中 数一数二的交交着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比什么麦当劳好吃 好几倍哦 当他们终于开了分店 入住纽约的时候 也曾经一度引发了 门庭弱势 排队从这个街口 排到下一个街口 这样子的空前盛况 可是他之所以 一直以来 从创办到如今 都备受争议 是因为创办人 基于信仰的理由 始终非常的大动作的 表达自己反同的立场 而且还公开资助很多 是被社会认为 就是对同志不友善 或者是反同的慈善团体 那因为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就引爆了 很多年轻人 发起抵制的运动 所以呢 可见得你的产品在好 你的炸鸡在好吃 如果消费者觉得 你表里不一 消费者觉得你的价值 你所秉持的理念 跟他们不同 那一个念头之下 他们就可以把你 列为拒绝王来户 公司文化 是不是能够纳入candor 是不是能够让员工 勇敢坦诚 能够让对透明化的重视 超越只不过就是 财务报表的公开 很多时候呢 其实还是必须 要请高层来做领头羊 在职场上 透明化和坦诚 作为公司文化的基石 其实呢 这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特质 这样子的一种文化 是可以很直接的 影响到公司的 绩效和员工的表现的 坦诚 还有透明化 最具体的呈现 我们大概可以分成 就是三个不同的面上 来做讨论嘛 第一呢 就是员工对上 是不是能够坦诚以告 是不是能够很诚实的 很坦白的跟主管分享一些建言 第二呢 团队成员是不是有勇气 甚至是不是有那样的意识 能够适时的提出 和别的人相左的想法 然后呢 最后就是公司的董事会 是不是能够很坦诚 而直接的来监督 来管束经理人的表现 80年代呢 就有学者曾经替美国太空总署NASA 做过一个 就是人为因素之于 飞机失事的一个研究 一个实验 他们呢 就安排了非常多组的正负驾驶 还有导航员 来模拟发生空难前的 35到40秒 这个非常关键的时段 就是要来了解说 不同的机组人员 他们会采取什么样子的行动 还要选择有没有办法 可以很成功的避免掉 空难的发生 那学者就发现了 那些自视甚高 一切都自己来 完全就是靠直觉反应的正架式 他们出错的几率 他们导致空难的结果的几率 远远高于那些会主动 和他其他的机组成员 交换意见 主动跟他们征求意见之后 再做决定的正架式 这个演奏最直观的结论 无非就是 那些坚持己见 那些在资讯不明确 不完全就急着 先抢先营先动作的 独行侠领受 只会害死大家 无法成气候 可是如果今天更深入的 去探究这个实验 那学者们就提出了 更进一步 更有趣的一个推论 那就是领导者 平时与你的属下互动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方式 什么样子的风格 这往往决定了 在关键时刻 你的楼落 是不是愿意 跟你分享重要资讯 如果大家都已经知道说 正架式A 他平常就是 通通自己来 就是自干王 像篮球的术语 自干王 平常个性呢 就是千错万错 反正自己永远 都不可能会错 所以呢 知道他这样的性格 知道跟他共事的时候 是这样子的 一个工作的方式 今天就算 要坠机了 就算可能会赔上 所有人的性命 机组人员 可能也都不会愿意 不会想到 要主动跟这样子的 一个领导人 提出任何的建议 就算是整确的建议 就算是可以拯救 所有工作人员的建议 但是因为 在经验当中知道 这个领导者是会 否定属下的意见的 所以呢 和这种货色上司 互动的时候 还是闭嘴为妙 如果你不想要被打枪的话 这至于职场 其实是一个 很常见的圣上 所谓多说多错嘛 特别是当你 很不幸的遇到 那种特别差劲的主管 如果你今天斗胆 想要对上司 提出任何的建言 弄巧成拙了 搞不好 你就会被打入冷宫 搞不好 你列入了黑名单 就不得翻身 没有晋升的机会哦 如果有这样子的主管 营造这样子的 办公室文化 那么Candor 坦诚 根本就没有任何 发芽的空间 那也像是NASA 做的那样的实验 大家可以想象在 坦诚在Candor 不存在的这样的 职场文化当中 可能会替公司 替团队 替组织 带来怎么样子的 一个负面影响 这也正是为什么呢 职场上第二个会让Candor 难以伸展的原因 往往是出于所谓的 groupthink 这个呢 其实就是组织管理上 很常见的一个症状 就是当你整个团队的人 通知性太高了 你就很容易陷入一种 单一思考的牵制里面 会形成一种团队迷思 因为大家的想法都一样嘛 所以呢 也因此会有一模一样的盲点 就没有办法更批判性的 来检视团队的选择 还有决策 那当然呢 任何一个团队 你能够有志一同 能够有同样的想法 很多时候是促进团队 能够有效运作的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可是呢 groupthink之所以 严重威胁职场上 你是不是能够去建构 一个Candor 这样一个组织文化 就在于说 当事人可能因为环境使然 所以甚至不知道 什么时候可以 或者是应该要很坦诚的 去提出不同的意见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真的会很直接影响到 一个团队创新的能力 如果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很无条件 都很理所当然的接受 所有被提出来的假设和建议 而没有一点点 有建设性的质疑 或者是辩证 那真的很难激发出新的火花 不过即使我们在理论上 好像可以同意Candor 坦承这样的一个特质 至于一个组织是 有益处的 是可以帮助一个单位 透过员工 透明化的交换意见 让事情做起来更有效率 可是事实上 坦诚这件事情 真的不是我们的本性 更是会彻底抵触了 在位者 他们说什么 都必须要把持住权力的 这样的一个直觉 这样的一个天性 抵制透明化 掌控资讯流通 故作玄虚 让身边的人越是物理看花 这往往不就是守住权力 最根本的手段吗 底下的人越是搞不清楚状况 对上面的人就必须更加依赖 更加的唯命适从 有些主管可能就是把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 分为贵念 所以认为垄断资讯 就是权力还有地位 所被赋予的特权之一 好像我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做 你是什么层级的人 你根本不需要知道这些事情 你是揉揉 你就听命行事就好了 我没有必要事先来跟你讨论什么 来告知你什么 当然有些主管 宁可组织文化助长沟通上 还有资讯分享上的这种 混沌不明 这种暧昧不清 因为如此一来 如果他们今天出了什么包 那当然就比较方便装傻 比较方便就是 把这些错误都扫进地毯下 Sweep it under the carpet 当做好像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过 即使公司品牌现在对于坦诚 Candor这个特质 是越来越重视 可是很多时候呢 这真的都仅限于纸上谈兵 是一个理想的情况 在执行上头 其实还是很不尽人意的 业界呢就存在很多 特别是董事会 会刻意包庇行为与举的执行长 没有办法在这些最高阶的主管 做出了不OK的行为的时候 董事会第一时间非常坦诚地执政 非常坦诚地来做处置 那比方说像是过去这几年来 从美国好莱坞吹起的 这个MeToo movement 就是踢爆了 不管是在娱乐圈 在政治圈 甚至是科技产业当中 有很多位高权重的男人 是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份 自己的地位去占便宜 很多时候是去占那些很年轻 大多是女性的杀鼠 还有晚辈他们的便宜 这些业界大佬一夕之间的陨落 其实当然是靠很多的受害人 勇敢地站进美光灯沙 去指控自己的加害人 这当然很明显的 也是另外一种Candor的呈现 可是这些加害人往往 都是今年累月的惯犯 这些令人发指的行径 这么多年来 发生在这么多人的身上 难道真的都没有人知情吗 当然不可能 当然想必这些恶行之所以 能够在台面下 进行这么多年 那就是因为有人包庇他们吗 所谓上梁不振下梁歪 公司董事会如果没有魄力 能够以Candor很坦诚地 去纠正并严惩 与举的主管 那很自然的 你就不用笑想 能够让Candor这样的一个组织文化 在公司里头 可以生根 可以发芽 本节目由好家庭联盟网 台北Bravo FM9.3 台中古典音乐台 FM97.7 制作播出 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单字是Candor 就是有坦诚 有开诚布公的意思 可是跟Honesty 跟诚实 或者是The Truth 真实 事实 其实在使用上 好像又有一些的差异 Candor这样的一个特质 这几年来 也越来越成为公司行号 特别关注的一种 组织文化的价值观 因为大家开始发现 如果你能够在职场上去建构一个 大家愿意坦诚以对 愿意来正面解决冲突 有问题就及早提出来讨论 犯了错 我们就一起来检讨 来改正 有意见不同的地方 也不会藏在心里头死不说 这对于公司的绩效 还有创新力 都会有最直接的帮助 可是呢 就像节目一开始提到的 坦诚并不是一股脑儿 今天你想要说什么 你就说什么 也不是你仗势者 自己真的是真心诚意 所以好像说什么 就算是说了非常伤人的话 也都无所谓 不久之前啊 才有一部改编自一个 半自传小说的电视影集 Trill Trill描述的就是一位胖胖的女生 她是如何从缺乏自信 到坦然的面对 并接受自己的身材 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第一集呢 就演出她在买咖啡的时候 就刚好停下来 注意到了咖啡店公告栏上 有一个私人健身教练的广告海报 结果等到女主角一回神 就发现 怎么广告中那位苗条的女教练 就出现在眼前 这女教练看着这个胖女生 二话不说 马上露出了灿烂笑容 跟她说 我非常肯定 超有自信 我一定可以帮到你的 女教练甚至自顾自的就 就凑上来 然后就抓住了 圈住了这个胖女生的手腕 然后非常赞叹的说 天哪 你的骨架其实真的很小耶 你真的我跟你讲 你一定可以减肥成功 让我来帮你吧 让我来帮你吧 我觉得当时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 跟大家解释 Kander的反例 最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女教练表面上是怎么样子的真诚 可是她说出来的话 却拒绝伤人 这个影集呢 是真人真事改编的 那故事当中的女主角 其实就是在自己好像二十几岁的时候 忽然间有一天就看破了一切 不管是她那个总是要介绍 难吃减肥餐给她的妈妈 还是对感情不认真 然后从来没有把她当一回事的 她的当时的上床的对象 又或者是她那处处刁难她 都不肯给她机会表现的主管 某一天的女主角就忽然决定 要把这一切脑人的事情 泡到脑后 她决定她要出柜 可是呢 这个柜 不是大家熟知的那个柜 她想要出的柜 是她决定要坦然的向世界承认 就是没有错 我就是胖 所以呢 她就在网路上以 Yes, I'm fat 为题 发表了一个文章 文章上传之后 就引发了非常大的回响 所以呢 之后她就出版了这一本 自己的半字传 开诚布公 自己一路的心路历程 是如何走出 自己对于身材的自卑 然后开心而坦然的 接受自己的样子 我觉得 这个 也是另外一种 非常励志的 Candor 的表现 说来呢 在职场当中 遇到任何的不尽人意 很多时候呢 好像也就只有三条路可选嘛 你要么就是辞职不干 要么就是吞下这一口气 乖乖的 留下来 把事情做好 要么呢 就是把那些自己 看不下去的事情 上上城堡 只不过呢 在不重视Candor的公司里面 员工最多 可能就只能够选择 前面两条路 所以呢 在这边呢 就是鼓励 所有手下 有楼落的听众朋友 其实呢 真的可以 以节目稍早 提到的那个NASA 扣难研究 作为一个借镜 来提醒自己哦 今天你作为一个 主动征求员工意见的上司 来主动制造一个 让大家愿意勇于分享 跟发言的工作环境 到最后呢 其实是对所有人都有帮助的 也是对这个公司 是有益处的 至于那些 还在做人家 楼楼的听众朋友呢 其实不管是在职场上 或者是在人际上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一起来 学着自问说 我的坦诚 我的直率 究竟是出于一个 什么样的动机 是为了造就人 还是为了拆毁人 曾几何时 我也始终认为 自己的坦诚 是我就事论事的 一种表现 我有超高效率 我说话 不管弯抹角 我说一就是一 说二就是二 即使是面对我的老板 如果我有觉得 他不合理的地方 我绝对不会掩饰 我的不认同 会直接很 甚至是很锐利的 让老板知道 他的想法不够周全 他的要求没有道理 后来呢 我才发现 原来我的老板 有一颗玻璃心嘛 我认为呢 是在帮助案子 更加有效率的 这种直率 反而成为了别人的伤害 这其实就给了 我很大的提醒 然后会去反省 自己说话的态度 跟方式 然后就想起了 其实Candor 说到底 最好的定义 真的就是我们 刚刚有提到的 Candor是Caring Personally Challenging Directly 意思就是你是 大家从心底在乎 所以你选择正面之机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 真的在乎 你真的 Care Personally 就算是要出职权 也绝对不应该 不会是一拳 KO别人的力道 所以呢 希望我们在忠于自己 在坦诚以对的同时 我们都不会忘记 不管是在生活上 或者是职场上 Candor 这个特质 这个品格的本意 是要拉近 彼此之间的距离 而不是要加深隔阂 不是要去刺伤别人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听完这集 有一些收获 如果有任何建议 或是听完 有什么样子的心得 都希望你可以在Facebook上 搜寻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来跟我分享哦 如果您是用Apple Podcast 听这一集的话 请帮我评分五颗星或留言 如果您是用Castbox Spotify等APP平台收听 也请你帮我分享给您的朋友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 Bye Bye